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行业盛会 非常的棒 而且级别很高 我们在这里 结识到了行业内的 非常多的合作伙伴 并且我觉得 我们的贵州 确实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以后 然后有一个契机 然后进入信息时代 然后举办这么一个 大的苏博会 我自己也非常的骄傲 那么带着我们的产品 回来的时候 我是希望通过 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技术 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 来造福更多的人 让科技感受 感染到更多的人 也希望对我们的家乡 能够带来一些回报 这款的机器人 我们主要针对 是家用服务机器人 它的未来我们的目标 是家庭的核心 物量网的控制中枢 然后但是我切入的 只是以教育领域为切入 然后它现在主要的功能 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是正常的语音交流 跟孩子陪伴 然后第二个呢 现在家长比较看重一点 就属于是远程的视频聊天 快使用上的观众 快使用上的观众 快使用上的观众